不知道花友们还记不记得这个罗汉松啊 这是之前的时候有花友寄过来一个罗汉松 他寄过来是死的 已经嘎了 然后我从网上买了一个 因为讲罗汉松的花友比较多嘛 然后呢 是这个样子了 今天呢 我想简单的去给他进行一下修剪 其实修剪这个呢 没有说是很严格意义上来说 必须要怎么剪 就是你看你的心情来 你想怎么剪就怎么剪 但是呢 你要明白修剪的一个目的性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让它长得更加的冲冲淤淤 你看这个 这一根枝条 它长得特别长了 你发现了吗 能看到吗 这边这一根 那这一根比较长的 我就要把它剪掉了 有的话说你为什么剪掉它 你看 我发现新长出来的叶子呢 有一点点的发黄 而且状态不是很好 这边有很多新长的叶子也不好了 所以说呢 需要咱们人为的给它进行一下 怎么呢 新陈代谢 我要做的就是给它剪 剪一剪 那我修剪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当然了 可能在有的大师看来 我是在搬门弄斧 但是对于我这种养花来说呢 我觉得我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它是这样 我喜欢它这样 那就是这样 就像人一样留发型 前些年的时候染发是 备受争议的 因为这几年它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说养花呢 你不要循规蹈矩的 你一定要明白你的出发点和目的 对吧 你看我以前认识一个北京的 北京的一个养花的花友 它就是很不拘一格的去养花 它养的那个东西人家都看不懂 而且它的这种方式 它一堆歪理 不过我觉得人家这才叫会养花呀 你觉得呢 你是会养花 别人都给你收大拇指 那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烟火 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你养花的方式也可以独一无二 人活着吗 活给自己看的 植物不也一样吗 因为正常来说呢 老叶子很多 新叶子就长得费劲 出现了营养不良 咱们就需要人为的给它进行修剪 其实它这个蛮乱的 我看了一下 如果说这个 让我搞的话 我肯定不会让它那么乱 我想把这两只给它去掉 懂吧 这一只跟这一只 但是有的话又看不懂 看不习惯 那就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来就行了 自己想怎么剪怎么剪 自己想怎么留怎么留 不要在乎外人的眼光 别人无法左右你 别人无法帮你做决定 人生的路要自己走 上个班也好 干个什么也好 老板对你指头花脚 这个人说你这样 那个人说你那样 你养个花你还没有自我 那你养花干什么 养花就是自由 就是与生命共舞 与生命共同成长 你在生活中展示不出来的东西 你可以让花花去给你展示 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说一下 有一个修剪的一个 不变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 向下长的枝条是绝对不要的 它向下长是不要的 它向下长没有用 你看这个也是 它往下长的咱们不要 咱们往上长 这个也往下长 咱们也不要的 有话说我给它掰过来 它不就往上长了吗 那也可以 你看这个也是往下长的 这个是往下长的 你看到没 你可以给它掰过来 掰到上面来 它不就往上长了吗 对吧 往下长的是没有用 但有的人可能看着是好看 这个完全在于个人 咱们也不是说我养个花 就绝对的是大神 这个可以不要也可以要 反正要我的话 我觉得这一块是多余的 我就不要了 剪完了 剪完了感觉张牙无扰的 哎呦拧断了 拧断了也得往这来 你不做不成器 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的人就是玩盆景 能站到那边一玩玩一天 他想怎么白弄怎么白弄 想怎么玩怎么玩 这才叫玩盆景 你那是玩给自己看 又不是玩给人家看 讲完之后 要跟那家伙说的一个事 就是很关键了 该施肥了 因为这个种下去呢 已经有新叶长出来了 说明呢 已经浮盆了 关于这种 这种 施肥呢 有很多的人 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用一个适合我自己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去借鉴 也可以做个参考 你看我干嘛呢 我找个这种盒 又或者是用个其他东西 那我拿到的肥料呢 是 以前的时候老给大家推 现在没怎么推了 因为不少的花油都是在回购 就是这个绿罐的这个 是比较贵啊 这一小瓶 我卖正常卖40块钱 所以说呢 很多花油嫌贵 我就没有再推 但是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什么植物都可以用 它这种缓食肥 我刚才是 什么意思呢 你们也在网上 可能买到那种肥肥盒 我的意思就是找个这种 不会漏肥料的这个东西 就打个比方说嘛 在这个上面哈 你就摆上去 有很好看的那种摆件 然后浇水的时候 往里边浇就行了 这个我发现不太好实现 那我就很简单的 我就给它 这个铺面石给它抛开一下 看到没 我这铺了一层火山岩 我下面用的是泥碳图 我就把这个肥料这样埋进去 当然了 有的话 你看的好看 你也可以 怎么说呢 你可以自己想怎么弄怎么弄 但是别用太多了 过分多的话也容易烧花 好吧 懂这个事就行了 那这个肥料就给它追一遍 然后呢 打药的时候 如果说新叶子长得着实的多 你看的状态提前有点不好 你就可以喷药 这个湖里面呢 是加了叶狼一号和杀菌药的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我这里面剩了还很多 这个老花姨都有卖 我加叶狼一号的目的呢 是一个爆芽树 能够让它叶子长得更快 加了杀菌药呢 就修两万之后 你要喷清水啊 或者有感染啊 都不太好 可以喷一喷 这个盆景嘛 是可以喷水 不是说不可以喷 但是你别闲的没事 老是拿着自来水喷哈 拿自来水喷 时间长了以后 它有个什么缺点呢 它会长很多的那个水碱 明白我意思吧 花药 还有就是大家养的时候呢 尽可能有条件的话 转一转盆 让它光照接触的更均匀 明白我意思吧 剩下的这个药液呢 我就都给它用掉了 尽量的还是维持不干 你别老浇水 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手 可能的话就欠欠的 那控制不住天天浇水 那可不行 还可以往根里边灌一点 防止烂根 一个月左右喷一次杀菌药 杀虫药之类的 就可以很大程度上 起到一个预防作用 其实养花都说费钱 你看你怎么来 对吧 我觉得养花还好 比抽烟省钱多了 要不再接点个关注 一个关于罗汉松的 一个后期的一个护理啊 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希望大家心情可以更好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华一 老华最在意 白了抽吧 嘿嘿嘿